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大的是哥哥 个头小的是弟弟 哥哥的个子比较高 长着长长的鼻子和毛茸茸的大尾巴 弟弟的模样嘛 嗯 反正他是哥哥的弟弟了 弟弟很崇拜自己的哥哥 他梦想着有一天能像哥哥那样 把蚂蚁们当杂耍 还可以做出很高很高的塔 弟弟常常想 要是自己也和哥哥一样能干 那该有多好啊 哥哥常常带着弟弟一起玩 他总是对弟弟说 好好看着啊 跟我学 总有一天 你也会和我一样聪明 勇敢又强壮的 不过有时候 哥哥也觉得弟弟挺烦人的 比如说 用尾巴吊在藤蔓上荡秋千板 这么简单的动作 他都来回做了好几遍呢 可是弟弟还是学不会 哥哥不耐烦地说 你能不能不要把你的嘴巴拱得那么高啊 这一天 哥哥正做着平衡练习呢 弟弟也在一边跃跃欲试 他不时地探头探脑 摩拳擦掌 看着点 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你这样晃来晃去的 是想要让我摔下去吗 哥哥终于忍不住叫了起来 果然 这话还没说完呢 兄弟俩就纠缠着摔倒在地上 哥哥冲着弟弟大声地嚷嚷着 你 你别再跟我学了 行不行 走开 走开 哼 我去找我的朋友玩去了 哥哥对他的朋友说 我们去一个他不敢去的地方 这样他就不会跟着我们 哎 我想到了 我们去大安山吧 那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吗 弟弟追问 哦 那怎么行啊 你太小了 哥哥哥和他的朋友们 跳过一根又一根大大的圆木头 在茂密的灌木丛中穿来穿去 又顺着一条湍急的小河漂流而下 然后他们跳过了一个深深的峡谷 哥哥高兴地唱起歌来 啊 我们聪明 我们强壮 我们多么地勇敢 终于 他们到达了美丽的大安山 忽然树丛里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 哦 吓了他们一跳 噓 哥哥小声地说 听 那是什么声音啊 嘿 大家小心啊 弟弟大声地叫道 嘿嘿 原来是那个讨厌的小家伙跟来了 你快点走开 就在这时候突然 一声巨吼 一只豹子从草丛中跳了出来 哎呀 大家急忙地钻进一个个的地洞里 甚至把自己卷成一个球 这下就只剩下哥哥了 他怎么也找不到可以躲的地方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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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鼻子太长了 我的尾巴太长了 天哪 我该怎么办的 救命啊 就在这时候 一个身影从树上荡了过来 啊 弟弟 快点 哥哥 快跳上来 弟弟大声地叫道 没错 弟弟荡着秋千 过来救哥哥了 最后 他们终于脱险 你真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弟弟 哥哥给了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 哎呀 你是怎么学会用树藤荡秋千的 这不是你教我的吗 我一直都把哥哥当作榜样 回家的路上 哥哥哥 哥哥 哥哥教弟弟怎样穿越峡谷 还教他怎么用尾巴砍断丛林当中的荆棘 后来啊 弟弟实在累得走不动了 哥哥就把他背起来朝回家的方向走 哥哥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因为自己有一个这么聪明 强壮又勇敢无比的弟弟呢 从那以后 不管哥哥和朋友们去哪里 他们都要带上弟弟 是的 任何时候都会带上他哦 你有哥哥吗 或者 你正好就是一个哥哥呢 你能想象弟弟或者是妹妹是多么的崇拜你吗 宝宝加油 明天董月阿姨接着跟你讲